很快本周六五月十一号就是金骨毛周一席补选的投票日 国盟乌选一党主席哈斯尼战 昨晚在金骨毛告诉媒体 金骨毛的印议选民将在本次的补选扮演造王者的角色 而他们放眼将会有40%的印议选民支持国盟候选人凯鲁 也是乌选国会议员的 哈斯尼战说 国盟在决定候选人时发现 华裔和乌裔选民会投选各自族群的候选人 但是印议选民比较特别 而根据非正式民调 有60%的印议选民支持国盟 哈斯尼战也补充 国盟本次补选所获得的印议支持 比202年的全国大选来得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